大家好,我是佩佩 我是贝贝 今天我们来逛一下上海的圣诞市集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氛围 哇,我们看这个灯,好漂亮 这是一颗圣诞树灯 它是很有圣诞的风味 对 你们猜里面是什么 是旧餐区 不同的颜色 这个紫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那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市集里都有什么 出发 想吃这个吗? 我最喜欢的布朗尼蛋糕 是贝贝最喜欢的布朗尼蛋糕 哇,你看这么多人在这儿等这个炸熟熟 放了一圈,好热闹啊 对啊,超多人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现在超级的冷,我特别想吃一杯热红酒 然后还想吃一块甜点,Broni 我想甜点配红酒 所以我们现在去买一杯热红酒 还有布朗尼 Let's go 我要一杯热红酒 微信还是支付宝呀 都可以 我扫你对吗? 多少钱? 三十 来一杯热红酒 点了一杯热红酒 热红酒点到了 让我来尝尝它的味道 怎么样? 嗯,就是非常圣诞 没有肉桂,然后冰箱,还有橙子 橙子 看得到吗?尝一尝看 特别温暖,对不对 肉桂 再热一点就更好看 接下来,让我们去买一个 布朗尼 甜点 走 你看后面很热闹 你想吃布朗尼 你想吃,我们就换一个也可以 可以吃一口 或者换一个是什么别的 就是 对 要买吗? 你想吃的话就买 诶,我又在漏吗? 我又在漏吗? 杯子破了 是不是在漏? 我们刚买完这杯热红酒 然后就发生了一个意外 这个杯子是破的 然后它都漏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换一杯 走 对 老板也就只是换了一个杯子 并没有给我全部换掉 我没有喝几口 我要一个布朗尼 现在吃 现在吃 微信和知福都可以 扫马知福 扫马知福 20元对 对的 热红酒马上就变成凉红酒了 对 谢谢 谢谢 拿得了吗? 拿得了 幸福 幸福的圣诞世纪的收获 一杯热红酒和一块布朗尼 我们找了一个非常冷的地方坐下来 因为里面这个就餐区 全都是人,根本都进不去 来 已经凉了 已经凉了它不是热红酒了 现在已经彻底变成凉红酒了 但是我的布朗尼蛋糕还是非常的吸引我 来 好硬 特别硬 哇 怎么这么硬 不对了呀 怎么叫骨干 它变成了一个特别干巴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蛋糕的感觉 可能因为一直在外面 太干了 而且这是我最喜欢的Pie Bird 在上海特别有名 看它今天的味道不好吃 味道我觉得很 就是口感不太好 对口感不太好 口感不太好 味道还可爱 你觉得上海的圣诞市集好玩 除了人太多一般 其实最近有特别多的圣诞市集在各个地方旅班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叫静安家里的圣诞市集 你听说外滩附近有那个BFC BFC的圣诞市集也特别好玩 但是因为今天不是周末 所以有个地方的市集没有开 对 2020还有最后的10天 好快啊 对 你完成你年初的梦想了吗 没有 佩佩年初的梦想是什么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赚钱 南包不是脱单吗 脱单的意思啊 脱单的意思就是找到男朋友 没有 所以佩佩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没有 你呢 我年初的愿望 我每一年的愿望都是世界和平 这么伟大 这是你在上海的第几个圣诞节 嗯 尝尝啊 第四个了 这是我的第五个圣诞节 所以你在上海五年了 嗯 我在上海整整五年 好快啊 太快了 希望2021年对我们都好一点 对啊 其实现在在中国还可以 基本上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嗯 就是公共场所你要戴口罩 我们今天其实都戴了口罩 因为 就是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拿下来嘛 那我们在逛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是戴着口罩的 嗯 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 对 哇 人好多 好有圣诞的氛围呀 到处都是圣诞节的装饰品 对 简单降一下 就是200元出一只 然后一定会有这些贴的货 有一些活动 毛茸茸的 小靴子 好可爱哦 对 就是一个迷路蛋糕卷 看这个 哇 风好大 现在上海真的很冷 但是今天我们逛的这个圣诞市集 还是逛的非常开心的 然后我们也玩的差不多啦 对 准备回家咯 准备回家了 太冷了 太冷了 那圣诞节你们都打算做些什么呢 可以跟我们评论留言互动一下 对 然后下一期我们会去哪里玩呢 肯定是好玩的地方啦 可以一起和我们期待一下吧 好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圣诞快乐 拜拜